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愿的情况下 你是在顺势而为 到底该如何正确与孩子分房睡 有些孩子适合打压 有些孩子不适合打压 就是你首先说妈妈理解你 家屋室的主人今天为您解答 我是蔡子 我是王小雅 江苏卫视家屋室的主人 专门为年轻妈妈打造的栏目 每周一至周四 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 如何做健康 聪明 自信的妈妈 来家屋室的主人 和我一起做有温度的女人 做智慧的妈妈 看江苏卫视 做家屋室的主人 我们在这里等你 本节目由 懒人健康 开带及时的魅力厨房 新米粥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 方态智能升降油烟机 为健康不跑烟 幸福呈现 看到我们家 我觉得心里顿时 就很安静 很平静 为什么 因为昨天 在我真实的那个家里面 我正在上演 一个分房睡的大戏 其实我们家小朋友 已经五岁多了 很希望他现在 能够独立的去自己睡觉 给他一点独立空间了 对 但是他分房睡倒是很爽快 结果晚上两点钟的时候 他叫我们 你还不能不应 对 因为我怕他缺少安全感 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 爸爸跑到他的房间 陪他睡 睡到今天早晨 那你不应该还挺好的吗 但是我也很困 我两点钟醒了 然后我两点钟醒了以后 我后来做梦 就梦到他 醒了以后 然后没有办法独自入睡 他失去安全感 他不爱妈妈了 我就做这种梦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 你孩子的问题 你自己心里也有问题 太太 太阳 你好青春 你今天这么闪亮 欢迎王老师 欢迎 请坐 我看到陈兰走进来的时候 我就很想说一句话 什么话 没有孩子的人就是睡得好 他一个人进来以后 最神清气爽 精神饱满 对 因为有孩子的人 心里还是会有一些担心 和一些牵挂的 也就是说从我们的面色 可以判断出他有没有孩子 孩子有多大 有几个孩子 有没有分房屑 你一看就剩了十个 如此的头发都丑白了 这是我们愿情好不好 好 请坐 我刚刚进来的 在门外的时候 有听到我们一些烦恼 是什么烦恼 就是我们也要非常感谢大家 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我们这里是江苏卫市首档位 80 90后新一代妈妈打造的 品质生活指南节目 家务事的主任 我是蔡紫人 大家好 每周一到收视的17点 10分到18点 在江苏卫市 我们又跟大家如约见面了 是的 然后每次呢 我们都会有嘉宾 来到我们的家里做客 今天呢 有新朋友 有老朋友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 认识一下他们 我们从北北开始 哈喽 大家好 爱孩子更要爱自己 我是二胎宝妈 朱北北 哈喽 爱在生活的每一刻 所以呢 我是生活助理人 陈兰 你干嘛呢 不是 因为我想要再温柔一点 再单身嘛 哦 好 单身的人在我们这里 都是要那个被羡慕的对象 不 单身的人在我们这儿 都是要做体力活的 做体力活 好 我们认识一下新朋友 大家好 我是一名心理老师 我叫王翠芳 比名叫生三 我是 你是这个孩子的波琴 然后呢 我是关爱女性 热爱旅行 专注好生活 没时间工作的 立波大叔 好 这样吧 我们就是 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 然后今天我们要一起探讨的这个话题呢 我觉得跟我自己有关系 我觉得也有跟千千万万的家庭有关系 那在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 我们还是来看看 在我们的树洞 树洞墙上 大家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的四位嘉宾呢 来看看吧 孩子犯错 我用温和的态度根本不好使 是不是我的孩子更适合棍棒底下出校子的教育方式 王老师回答 当然是 你看人家王老师的嗓子 一定一看就是吼孩子吼的都发痒了 我解释一下 真的还不是 因为其实我们每个孩子的特征是不一样的 他们的性格特征不一样 他们的气质不一样 所以每个孩子他的这个教育方式也应该不一样 下一条啊 合租的人每次洗完澡都不收拾 我说了几次他也不改 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 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人啊 一般来讲是你自己搬出是最好 因为我觉得有句话啊 逾其改变他人 还不如改变自己 明白了 远离他 对不对 36剂走为上 下一个问题 吃了含维生素C的食物 真的不能晒太阳吗 我觉得不是维生素C让你变黑 而是太阳让你变黑 紫外线 所以呢 你应该要做好的是防晒的工作 哦 好 具体怎么防晒呢 看家务事的主人 就会有很好的节目奉献给你 对 好 下一个问题 自从沦为猫奴 每天就有清理不完的猫毛 有什么能够快速除毛的方法 我觉得很好解决 你就不要养猫啊 你就不要养它好吗 对 好 下一个问题 我家刚生了二胎 现在我一教育老大 老大就会马上说 你为什么不说弟弟呢 我该怎么办 其实大家都觉得 可能生了二胎以后 要对老二的这个关注度更高一些 因为他是老二 他比较小 其实错了 应该更多的关注老大 因为老大这时候最缺安全感 最缺爱 好 谢谢 谢谢大家的精彩的讲解啊 我们今天的问题有没有帮到您呢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 还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通过我们家务事的主人的微信小程序 在我们的树洞墙的这个板块当中 留下您的问题 或许我们就可以把它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解答 是的 这个今天我们要探讨的话题呢 其实就是我现在正在面临的话题 而且我觉得很多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 其实也有这样的困扰 我不知道北北有没有 就是说我们家小朋友现在五岁多 他这两天正在 就是我们前两天开始 正在进行这个拉锯站 就是让让他分房睡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状态现在是上半夜分 下半夜照常一起睡觉 因为他就连续两天 一定会半夜两点钟的时候 就会准时醒 然后他就发现爸妈妈不在身边 然后他就会叫 叫了以后大半夜的谁愿意折腾 还要去教育 还要去讲绘本故事啊 根本就没有这个经历 对不对 像你这样的家庭 所以就只能是睡觉咯 对 像你这样的家庭真的不是少数 根据我们一项调查显示 中国有92%的家庭都面临着这种 孩子和家长分房睡 比较难的这种困惑 对 当我听说了有92%的家庭 都面临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我的心顿时平衡了很多 我发现不是我一个人在战斗 同一个世界 同一个梦想 所以说今天我们 其实要跟我们分享故事的嘉宾 也是跟我有相同的困惑 那他们家到底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我们通过视频先来了解一下 我叫陈子齐 你能去睡了 我叫王颖 是陈子齐的妈妈 宝贝我们可以睡觉了 那我们今天讲 那个顽皮老鼠的故事 好不好 但是说好 故事讲好 我们要睡觉的 对不对 对 很久以前 一座房子里有一个漂亮的玩具小屋 玩具小屋有红色的砖墙 白色的窗户 那检是玩具小屋里的厨师 可他从来没有做过一次饭 因为他们总是在外面买现成的食物 这些食物装在一个盒子里面 不知道 对 是不是啊 那我们 那我们可不可以睡觉了 不用 我要跟妈妈 我怕黑 但是我们现在是个男子 我们讲好了 宝宝要自己睡了 对不对 不要 不要 我求求你 我们很乖的 那我们现在可以睡觉了 好吧 好吧 嗯 乖 来啊 我觉得男孩子嘛 男孩子 早一点分房睡比较好 因为这样一个呢 就可以培养孩子的气质 还有一个让他早一点 有这种比较独立的一面 你怎么又跑过来了 妈妈跟你讲啊 那我们是不是讲好了 现在你长大了 要自己睡 对不对 嗯 那这样吧 明天妈妈给你买个玩具 好吧 我要不要 我不要玩具 带你去游乐场玩 不要 我不要 我虽然要跟妈妈睡 游乐场也不去啊 嗯 我大概五月份左右吧 五月份考虑跟孩子分房睡的 五岁的时候也差不多 可以分房睡了 没有 我们现在睡觉了好不好 不要不要 我要吃水果 现在马上要睡觉了 不能吃水果了 明天早上吃可以吗 那桃子不能吃的 晚上要不牙的呀 糖果 糖果就更加不能吃了呀 这牙齿要坏掉了 对不对 老师又没讲过呀 睡觉的时候不能吃糖 对不对啊 好 吃 这么晚了还要玩玩具啊 明天还要不要上学啊 谢谢宝宝 谢谢宝宝 五岁的时候也差不多可以分房睡了 那个时候已经在跟她沟通了 跟她讲一些这种 关于分房睡的一些故事啊 看一些这种漫画什么的 跟她讲过这些 然后那时宝贝呢她一直不肯 她就说妈妈我现在还小 我想跟妈妈睡 一个人怕黑 一个人怕黑 说没有安全感 然后这样说嘛 但是我又觉得 感觉孩子确实挺可怜的 所以说一次又一次的 就是说又答应跟她睡了 所以这样就分不开 感觉很无奈 哇 看来我还是算好的 你好很多 这个已经很不错了 我觉得这个真的好恐怖啊 还好我还没有面临 哎 北北你们家 两个都很小吗 对啊 但是我现在正在培养她 提前培养她 让她慢慢的能接受 不要到时候就是一下子 让她分房 她肯定是接受不了的 但是像在人家外国小朋友 就是六个月之后 基本上就是已经要分房睡了 分房了 不止 像我之前在美国家庭住过嘛 他们那个就是小儿子啊 从满月之后 就开始睡自己的婴儿房了 而且他们会有那个监控设备 对 放在家长的那个地方 能看着 是的 这样是最科学的 其实我们孩子 在零到八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那个 还没有清楚 跟爸爸妈妈之间 是独立的个体 他还以为他还在妈妈的独立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 给他一个独立的空间 比如说独立的小床 然而我们中国的很多家庭呢 可能都会放在自己身边 更安全 有保姆阿姨 然后甚至是睡在 夫妻两个中间 其实这个不仅影响了 孩子的一个独立 个体的一个发展 还影响了夫妻的关系 我现在就遇到 这么一个问题啊 我发现你们所在聊的 这个苦恼也好 什么也好 其实分房睡 不能单独来看这个行为 只要你跟小孩之间 本来就沟通的好 分房是一点没有问题 就是它一直有这个安全 凡是分不开的 肯定是平时的相处当中 都是有问题的 对啊 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割裂 刚刚其实我觉得北北提到了一个 你觉得你现在宝宝三岁 三岁吗 还轻松一些 对 你觉得什么时候 你可能会做这件事情 你要看孩子的表现 而不是说从你觉得家长 我觉得他该分房睡了 要分房 不是的 要看孩子的表现 我觉得当孩子他有自己的小秘密了 他不想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你就可以分房睡 然后还有呢 就是他有性别意识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分房睡 然后最后一点呢就是 当孩子过分依赖父母的时候 也是可以分房睡的 本节目由懒人健康开带即时的魅力厨房 新米粥特别赞助 本栏目由方态智能升降油烟机 为健康不跑烟幸福呈现 就是我们观念当中都会知道说 孩子一定要分房睡 对 这是他们的独立日 他是在这种精神上和他的行为上 一个独立的过程 特别像我们家小朋友是男孩子 他马上要上小学了 我一定需要他在这个时间上小学之前 有自己的房间 有自己的空间 和自己去睡觉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真的会有一个明确的计划 所以我想问一下王老师 这孩子分房睡对孩子的影响有什么 他其实是分两面的 是一把双刃剑 像博叔刚刚说的 包括伯伯也有提到一部分 其实他们是在缓慢的过渡当中 在孩子自愿的情况下 然后去分的 那这个其实是你满足了他独立的需求 你给他提供了他想独立成长 成为一个独立生命的一个空间 顺势而为 顺势而为 对 当然刚刚我们说的是有利的一方面 那其实不利的那一方面 其实也很很重要 尤其是比如说对夫妻 我想菜子应该已经受他儿子的这个影响 跟先生的这个近距离的接触 应该受有一些影响吧 没有 我们一直是分床睡 分床睡 孩子从来没有再跟我挨着睡过 但是即便如此 你们可能说一些悄悄话 或者做一些事情 可能对这个孩子也是会有一些影响的 所以那么既影响了你们夫妻的一些关系 一些个紧密的程度 同时呢肯定还会对这个孩子自己的一个成长 也会受影响 比如说可能你们两个也会有一些情绪 哪个时间有点对不住了 当然了 对 我现在火真的很大 原来是真的 所以你急于想让他赶紧出去分房 然后你还有些事情可以去 对呀 对 既然说我们说分房睡是一定要做的这件事情 必须得 是怎么样做的这个方式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很重要 那么什么样的条件 这孩子就可以独立睡觉了 我们也做了一个小小的提示 我们请王老师结合着 跟我们一起来讲解一下 好 其实呢我们孩子要独立的分房呢 有几个前置的条件 这几个前置的条件呢 就是我现在刚刚给蔡子说的 不要那么着急 要顺势而为 那最关键的有几个 比如说我们要让他能够睡一整夜了 那肯定的呀 都不睡了还不睡整夜 对 那就说明你已经符合这个第一个条件 第一个符合了 对 第二个呢 独立睡觉不需要再哄 这个我觉得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说很多孩子呢 他是需要说你陪伴他 在他旁边他才能睡着 对 就这种孩子是属于说 我只要知道大人在外面 我可以比如说开一小个门缝 看着一点灯 我可以自己睡着 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吧 让他感觉到我跟父母是有链接 在哪里的安全的通道的 随时可以找到爸爸妈妈 父母自身做好准备 下定决心分房睡 坚决不妥协 嗯 这个 做好准备 下定决心 坚决不妥协 就像蔡子刚刚说 他说我好像把他送到房间以后 我有点愧疚 而且我真的敢 我就是 我不是为了做节目 我是真的就是一晚上我就在做这个梦 嗯 就是在做他又到我床上来 然后又哄他 然后又怎么样 你当那个拉锯站的梦 嗯 放不下的是你 而这个其实就是放不下的就是你 你其实内心的决心还没有 还没有完全 对啊 敲定 而且有时候会担心孩子出危险 对 而且他没有安全感 嗯 失去对你的信任感 没有 所以我倒觉得 其实当如果 这个孩子 他个性比较独立的时候 顺势而为是可以 对 如果他还需要安全感的时候 你深深地把他推出去 对 怪不得你要做噩梦 对 我觉得你不能这么硬推的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上半夜和下半夜 就还可以接受 对吧 对对对对 就是缓慢的 也是一个过程 能够独立上我们家不太可能 但是像我女儿啊 他就有自己的小马桶 然后我就会把它放在固定的一个地方 对对对 其实在他很小的时候 比如说刚刚一岁的时候 就是马上不要用尿不湿的时候 你就应该培养他这个能力 就是有很小的小马桶 一抽抽出来 对 你看我们刚刚看了这个 分房睡的四个条件 对 我发现这四个条件 其实是什么 是你在孩子出生以后 就开始有准备来进行的实施 对 对对 是的 这是他独立性的一个培养 对 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是的 要把功课做在前面 非常考验家长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家长呢 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独生子女 对吧 就是很多人可能会存在一些 比如说对孩子过度关注 或者说过度宠爱 对对 这样的一些情况 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一个小测试 可以自我对照一下 你们到底是不是宠孩子的家长 我们都可以测用 好不好 好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好我们的测试听已经出来了 那王老师您带来的这个测试 就是我们比如说这几条里面 中招几条就算是宠孩子的家长 三条以上吧 我觉得三条就是 我觉得你肯定要 要一半了 应该要五条 三条以上就有是吧 第一条你们说 搞特殊待遇 家长生日可以不过 孩子生日得买蛋糕送礼物 而且我要给孩子开个大派对 我没有 就是我是说我们家里每个人过生日 都会有蛋糕和礼物 这是好的 家庭需要仪式感 这是个非常好的事情 但是小孩子也不能说 只有孩子的时候才搞这么大 才过 而是说全家任何一个人 对 那这样的话 每个孩子就会 他会觉得有仪式感 就是每个仪式他都很乱 而且这样小孩子 不会觉得自己是最特殊的 没有 这条我没有中招 第二条 以孩子小做不好为由 帮助孩子完成 帮他穿衣服或者是收拾玩具 第二招就是我 对 因为我真的是 我看看自己穿衣服吧 你知道早上有的时候时间很赶 我很想非常耐心地 让他自己穿 但是你知道你说了十遍以后 我都刷牙洗脸 喝完水回来 他还一动不动 在那自己想问题 让自己讲故事呢 你真的很着急 叫车要走了 你说他十遍 不如自己给他啪啪一下 穿好 他自己穿得很慢 而且还穿不好 所以我说 妈妈或者爸爸 我们其实是 跟孩子是斗志斗勇的一个过程 真斗 其实你在前一天晚上来 甚至是周末 你可以挂钩 先想好 跟他玩什么游戏比赛 木偶剧 或者说是日常当中 你们今天 可能这个周末 有一个什么样的大型的音乐会 要去听 跟他的日常的 所有的他喜欢的东西挂钩 我叫他叫激活 其实每个孩子都是沉睡的心灵 就是没有人点燃他 那我们作为父母的就要点燃他 怎么点燃呢 其实就是给他鼓励 第二条我就中招了吧 你们都没有是吧 第三条 过分担心 怕孩子吃不饱 这个 这个只要是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我给你说 姥姥姥爷爷奶奶 就是这样的 几乎每个家庭的隔代里面 都可以 这个一口同声的 我跟你讲 不只是隔代 我小时候我妈也是这么喂我的 而且你知道吗 他现在都跟我说 他说你看你 幸亏我小时候 不断地给你喂喂喂 不然你根本都长不了这么高 哈哈哈哈 其实我要帮我那个 看下一条 时刻关注 关注孩子的一举一动 看不到孩子就会担心 会焦虑 怕孩子出危险 当然会啦 这个我很严重啊 你知道有一句话怎么讲 儿行千里 母担忧 真的 那么我觉得家长的焦虑 包括担忧 我们都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生活环境也不一样了 就是出门就是马路 马路当中都是打汽车 对 但是面对这样的情况 我们要教会孩子的是生存技能 而不是说 就要为他担忧 什么叫做生存技能 比如说 喂 110吗 自己打电话 这也算一个生存 对 110 110 现在都带电话手表 电话手表 我还要记爸爸妈妈的手机 对 然后还有比如说你过马路 必须走吧 马线 必须等到红雨灯 所以我们要教会他生存技能的多了 那么我们的焦虑指数也就降低了 好 来看下一条 他哭闹过于担心或没耐心的原因 偶尔妥协或惊喜 多了去了 就是没办法的 孩子哭闹 你真的控制不了 他哭闹的时候 你确实在心里的这个焦虑方面 会更多一些 你处理问题的时候会比较的紧张 对 然后说个很简单的例子 就是我们家小孩子 比如说把他放在汽车座椅上 我们要开车去一个 比如一个小时车程以上的地方 小孩子是不愿意一直绑在那个汽车座椅上的 当他开始哭闹的时候 整个车里姥姥姥爷 我还有司机 比如个爸爸 可热闹了 就是大家都是每个人就 你怪我我怪你 然后吵成一团 真的 真的 我跟你一样 第六条 轻易满足 孩子要什么家长就给人 那这不可能 那是不可能 但是实际上我们身边却就是有很多 有这种家长 生子女特别容易这样 因为我们自己8090里面的很多人 从小是独生子女 从小就是被满足的 他觉得应该的 就是顺理成章的 这是理所应当的 对 我跟你讲 我有一个姐姐 他们家孩子就是每次都会要 这个去买一个小汽车 然后结果呢 他其实也很有原则 他说一次只能买一个 结果一年365天 就买了365个不一样的小汽车 我就是这样 现在有一个词叫做 延迟满足 就说一个人如果要成功的话 他必须要有受挫感 然后呢 假如你其实可以达到 不好意思 我要控制我自己 然后还有自我调节的盘力的技能 生命盘力 就是抗压能力嘛 我们现在很多孩子就缺少这样的 抗压能力 这一条就是跟抗压能力是紧密相关的 明白了 我们来看下一个护短 孩子和他人起冲突的时候 家长只充当孩子的保护伞和避难所的角色 也是老一代的 父母自己的抗压能力 可能在自己小的时候没有培养好 他觉得 我们是一起的 你怎么能欺负我的 我的孩子 对 但他没有想到他的孩子未来一定要走向社会 他一定要面临各式各样的问题 通过这个测试 我就会发现说大家说的那句话 说所有孩子的问题 孩子是家长的 都是我们自己的 都是家长自己的问题 对 孩子面对冲突的时候 你让他怎么去解决 其实就是你自己面对冲突的时候 你是怎么去解决 你是怎么去解决 对 是的 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想说 孩子要分房睡的时候 要考虑他们的感受 孩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对啊 他们的内心小世界里又在想着什么事情呢 如果我们有所了解的话 是不是说就在我们 就是让他们去分房睡的时候 会事半功倍呢 我们来看看孩子们在这个时候 他的内心在想着什么呢 八岁 六岁半 五岁 五岁 三四岁半 我现在跟妈妈一个房间睡 和爸爸妈妈一个房间睡 自己睡就 就妈妈睡到我旁边 我就睡到她她米旁边 和孩子妈妈也在房间睡 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我就跟奶奶睡 爸爸妈妈在的时候 我就跟他们睡 我离不开妈妈 我怕黑 我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睡 爸爸妈妈的保护我 因为爸爸妈妈可以保护我 保护我们这样 我喜欢跟他们睡 爸爸妈妈爱我 因为我要保护妈妈呀 哇 小孩子的视角 对 爸爸是我的英雄 但是你看小孩子想的没我们多 不 我觉得最后这个 他妈妈得多么的柔弱 这到底谁是孩子 谁是宝宝呀 有些小大人就会这样的 对 特别是男孩子 男孩子天生会从小 保护妈妈的欲望 这是一件好事情 对 但是你看王老师 就是那个小片当中最后 就有一条就是我们家小朋友的困惑 他就是说 他就是因为怕黑 我觉得这跟你平常 就像我孩子啊 就是他有时候做不好 长辈或者是身边的人就会说 你在那个怎么样 大灰狼就来了 我觉得跟平时说话有关系的 小孩子就真的会认为真的 我觉得是看动画片看来的 动画片也好 书籍也好 包括我们现在孩子的这个受教育的环境 这个信息的通道越来越多 越来越复杂化了以后呢 的确会有很多这样的信息的一个 对 渗透 父母与孩子分房睡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到底干如何正确与孩子分房睡 家屋式的主人即刻为您揭晓答案 我是蔡子 我是王小亚 江苏卫视家屋式的主人 专门为年轻妈妈打造的栏目 每周一至周四 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学习如何做健康 聪明自信的妈妈 来家屋式的主人 和我一起做有温度的女人 做智慧的妈妈 看江苏卫视做家屋式的主人 我们在这里等你 那其实呢关于这个话题 其实我们的很多树洞的网友 也有这样的问题和一些建议 我们来看看网友们有什么好的建议 给到我们吗 来 让老师给孩子留作业 今天作业的内容就是和父母分房睡 好主意 非常好 对 都特别听老师的话 对 老师的话都是可以的 对 好 给孩子买喜欢的玩具娃娃 让他们陪着孩子睡 这个是每个小孩分房睡的时候的标配 一定要有自己的 替代物 替代物 这种陪伴感 跟他熟悉的陪伴感 我家的儿童床其实是给我买的 我才是个宝宝 这什么意思啊 没看明白 这种儿童床有的时间去买回来 是给爸爸睡的 因为孩子都跟妈妈睡 对 现在有三成以上的这个家庭 就是先生 是长期睡书房睡儿童床 真的 我睡沙发 我小时候开夜灯睡觉习惯了 现在还要开夜灯才能睡着 这个我有 这个我有 这好像小夜灯是比较科学的 很科学 小夜灯 我会让他说 我说天天你可以自己按亮 然后他试了一下 可以按亮 然后在睡觉的时候再观赏 也就是说他随时可以找到光明 告诉他这样可以 我已经做得很好了 对 我觉得你真的已经很用心了 真的很用心 来看下一条 跟孩子一起去做一个 代表一家三口形象的物品 晚上就摆在孩子的枕头边 让他觉得父母是在身边 对 我觉得最好的是卡通形象 然后有个小夜灯 我们家是这样的 就是说现在形成了 两个人各有一个 专门陪他们睡觉的玩具 谢谢大家的分享 然后我们也觉得 其实我们的各位网友跟我们一样 也有极大需要解决的 跟孩子之间相处关系上 包括独立性培养上的一些问题 我们来怎么解决说 用更好的方式引导孩子 这个分房睡的问题 这里我一共给他总结了五个这个类型的孩子 比如说第一种是活泼多动精力旺盛的孩子 那对这种孩子 我们就要给他多强化一些规则 就像我节目开头的时候就提到 有些孩子适合打压 有些孩子不适合打压 这个活泼多动的精力旺盛的就适合打压 这个打压不是打 我们家不是这种 我女儿就是这样 这种是哪儿 就上规矩 对上规矩 下一个胆小内向一点的 胆小内向一点的孩子 你就要给他多鼓励一些 他的自尊心本来就已经比较弱一点了 那么你这时候如果再给他过度打压的话 他就会加倍的缺乏自信 对很多事情他就会给自我攻击 你要给他的是多拥抱 多亲吻 我小时候就是一直到小学整个阶段 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我爸妈都要进来跟我亲吻一下 太好了 不管是这一天学习或在学校遇到的所有不开心的事情 在那个亲吻以后就完全释放 而且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一种鼓励和支持 对 好 我们再看第三个 就是易怒啊 发脾气比较暴躁的 对 易怒 然后这种孩子 共情 要特别用的一点叫共情 什么叫共情呢 什么意思 跟他一起发火 不 就是理解他发火当时引起这个发火的原因 也接纳他当下的情绪 就是你首先说 妈妈理解你 对 如果是我 我可能也会很愤怒 对 就是当孩子哭的时候 我是这样的 我是让他就一直哭 哭到你累为止 然后等他情绪好了 我再会跟他讲 这样是对的吗 所以这里呢我想给伯伯说 就是你还可以给他一个提醒 妈妈在等你 你哭完了告诉我 嗯 就是给他一个回应 再一个敏感 易退缩 易受伤 嗯 这种孩子呢 多方面思维培养 这个好 对 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就是很多孩子引起敏感 是因为他更多的呢 只关注了自己的感受 嗯 他一般都对内反省 嗯 最关键的核心就是多维度的看待问题 好 对 明白 比如说同样一个小鹿 掉到地上摔碎了 刚刚是不小心的摔到地上了 那么在这个不小心的时候 我们下一次可不可以 就是小心一点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么是如果说这个桌子 不是放在这个地板上的 是个木地板 可能就碎不了了 你要让孩子就是明白 哦 这个事情发生是多个原因造成的 而不是说就是因为自己 不小心摔碎的 然后他就觉得所有的责任 都是我不小心造成的 哦 对对对 自尊心强 那我觉得分房睡呢 不仅仅是说是我们行为上 或者心理上精神上的准备 对对 其实物质上的准备也相当的重要 是的 他会不会自己睡觉滚下来呀 对 会不会着凉啊 等被子啊 对 对 所以还有别的方案可以提供给我们 对 让我们心更安吗 所以我今天就来帮助一些家长们 可以安心的跟小孩子分房睡的一些物品 你可以吗 我可以啊 你确定吗 我以前是保姆来着 好嘞 上道具 对 陈兰带来了一些她准备的说号称啊 号称是可以让我们父母安心的让孩子独立睡的一些 好物分享 好那你一个一个给我们讲讲好吗 好今天跟大家打招呼她是我们的小宝贝 那今天我们介绍的就是大家看一下 大家知道这种吗 这是什么 这是穿在这里的 穿在这里的 类似于肚冬吗 不我觉得她是保护孩子肚子 就是孩子蹬肺就怕凉肚子 那你呢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那个暖水袋外面包着的那层东西 就只不过她多了两条腿 今天我来告诉大家错的 来我先给大家示范 其实你说对的 你是对的 我是对的了 今天我选一个我最喜欢的 小黄呢 给我们unico穿上 unico太小了 你这么早就让她分房睡你于心何忍 这时候我们帮她穿好这么可爱的小黄的时候 她是不是变得很有颜值 除了颜值之外呢 她怎么翻滚你看 都不会掉 这可能踢不掉了 对这肯定踢不掉 而且最重要是她可以照顾的就是我们脚 还有腹部上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还有第二个小法宝 来 让一下 让一下 这个小法宝就是我们都会知道 就是说我们小朋友会就是滚下床 对不对 对 这时候很简单 真的 来 这是一个被子 这边有两个有没有 给它绑起来 这个床四边给它 对 四边 我们先给它绑起来 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好我们的道具 一个这个绷带 然后再来呢准备 这个是配在这个毯子上的吗 是的 对 我知道了 吊床 吊床它可以兜住 对 兜住的效果 你可以正反面都可以 我用正面吧 好不好 好 来 这样 对 然后这个呢它会给你 类似像螺丝起直的部分 然后我们给它扣住 扣住 扣之后呢 这个头的部分 大家看到那个十字心的部分 然后放在前方 很爽 好 那我们一锁好了 这样就整好了 对 然后这时候非常简单 它会躺这嘛 对不对 它会踢背 开始踢背 你看它踢背了 这时候或是它翻滚了 你看都掉不下来 有没有看到 掉不下来 各位爸妈们 大家觉得我今天分享的小物 大家喜不喜欢呢 UNICAL 喜欢 说句公告话 对 我觉得这个虽然表现的过程 稍显浮夸 但是这个产品还是很好用的 对 我觉得我介绍的东西都性价比很高 而且我发现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必要买这个毯子 我直接买这个东西 对 就是这个东西 按到各种毯子上都可以 对啊 就单买就可以了 单买这个就可以了 对 根本就没有必要再买一个毯子 对 就是踢背神器 这个其实还蛮管的 我已经在下单了 好 所以咱们接下来呢 就要给大家介绍 怎么样去给孩子们打造一个属于它的空间 尤其我们家务室的主人的一位设计师朋友 来出出招 好 如何给孩子打造一个梦想的私人空间 让分房睡变得更容易 我们请来了专业室内设计师 上北设计创始人陈帅告诉您 在儿童房设计上需要注意的三大问题 第一点儿童房的床铺如何选择 其实这一块建议是把它更换成一个上下都可以兼顾的一个高低铺 其实小朋友的话会比较喜欢这种爬上爬下的感觉 他可以睡在上面 下面部分的话呢是他自己可以去游玩的一块地方 第二点如何打造适合孩子的学习区域 第三点孩子晚上起床如何保证安全 比如说晚上起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预据他的一个动线 墙角的话呢 增加一个感应的一个小夜灯 辅助他晚上起来上厕所 比较方便一些 哇好美好漂亮 美 对我觉得如果是我是小孩我也愿意去做 真的我也是 所以你看我们真的做的还不够 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说 其实我们还是可以做的更好 更完美 对更完美一些 没错 那接下来呢就要进入我们家屋式的思想时刻了 看看今天北北为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思想好物呢 现在我们很多家庭啊都关注一个话题 就是亲子关系 那么什么是亲子关系呢 亲子关系可不只是陪伴哦 高质量的陪伴才是陪伴 特别是现在有些家庭的宝宝 经常出差啊工作 没办法一直陪孩子嘛 我这里推荐一个方法就是陪孩子阅读 亲子阅读才是建立 关系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一个绘本 晚上睡觉前啊或者是白天啊 固定一个时间可以陪孩子阅读 我今天推荐这个绘本跟普通的绘本是不一样的哦 它是互动型的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都可以这样打开 它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 还可以培养孩子的思维能力 并且还可以增加跟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 我今天真的是我觉得很有收获 就是你知道有的时候孩子需要交流 家长也是要交流 然后在这个引导孩子健康成长的过程当中 能够更多的去理解他们 去包容他们给孩子一点时间 让我们的孩子慢慢的成长 想品质生活做精致女人 如果您也有生活当中的各种困惑或者是问题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微信和我们的小程序 在家务室的主人的官方账号当中 和我们更多的进行线上互动 是的不要忘记了周一到周四 江苏医师的傍晚 我们和大家不见不散 下期再会 拜拜 给你看很多女性 她可能肺病的感染率 跟很多吸烟的男性 其实是相当的 厨房油烟危害 你中了几招 你真太夸张了吧 伤害皮肤变成黄脸婆 这些只是最轻的危害 或者是嗜睡疲劳等等的这些问题 究竟该如何减少油烟危害 而且这样子呢 也可以减轻我们这种油烟综合症 这种情况 家务室的主人 下期为您解答 请不吝点赞